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火被称为Loma山火 火场位于Loma Prita和Loma Chiquita路之间 在Santa Cairo和Santa Cruz两个县的边界以北 当地的一间建筑物在下午3点前起火的 并且迅速的蔓延至附近的山头 根据加州的消防部门表示 由于现场位于陡斜的山区 林木繁盛 消防车和消防员都难以进入 消防部门只能派出救火的飞机和直升机 从空中扑灭山火 附近三区的300栋建筑物受到威胁 多达200户的民宅需要疏散 50户遭到强制的撤离 最近大家都被纽约的爆炸事件搞得是人心惶惶的 提高警觉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有时候也会闹出笑话 旧金山的一个米欧尼巴士站 上周四早上有人举报说发现了可疑的装置 警方调查后证实这个装置其实是个电饭宝 属于虚惊异常 而同日在北湾沃卡尔尔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米欧尼是于早上7点27分的时候 街道举报的 指南维内斯大街夹着Mission街道 发现了可疑的装置 事件导致当局需要封锁附近多条的街道 并且传招炸弹小组拆弹小组到了现场 至早上9点10分的时候 调查员证实可疑的装置其实是一个电饭宝 没有造成危险 基于上周纽约市发生的爆炸事件 炸弹疑似也是压力宝改装的 令旧金山的警方接报后也提高了警觉 暂时不知道事件属于恶作剧 还是有人意外留在那里的 另外在Vickhamville市的80号公路下方 周四早上也有人报称发现了一件可疑的装置 经调查后发现该装置原来也是个电饭宝 Vickhamville市政府发言人表示 当局是于早上10点至10点半的时候 接获举报说发现这个可疑装置的 立即将Pibody路和Depart街之间的Mission街封锁 当局的拆弹处理小组也奉召到了现场应对 经过X光的照射检查后 确定它是没有危险的 至中午10分立即是解封了Mission街 好了本期节目就播送到此了 喜欢的朋友下期通关时间我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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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